好以及 樓少皇 恭喜 恭喜恭喜 好 來 最某棋女長 大家一定覺得很妙齁 待會我們會一組一組得獎 讓大家來吃照片 好 來 為什麼叫最某棋女長 對啊 大哥你解釋啊 所以說我現在這部戲拍完了以後 我就覺得日有深情 哎呦 哎呦 你剛剛不是才跟阿谷告白 怎麼又換人了 你聽一下點 三角關係 三角關係 不是 因為你那個真實身分 在戲裡面 他是個男的 變裝皇后 對對對 可是我還是愛她 還是愛 最後還是被她打動了 不是 她功夫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這是最嗆耶 對 真的很嗆 這個劇情有點複雜 反正姚以婷呢 本來好好的 後來出狀況 後來又來了一個長得像姚以婷的變裝皇后 這個劇情就繼續發展下去 所以我覺得姚以婷入圍實至名歸 因為她等於是扮演了兩個角色的概念 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扮演了一個角色是大哥的女人 第二個就是假扮大哥的女人跟男人 以及假扮大哥的女人的屍體以上的角色 所以說這次金八獎入圍 她到底是用男主角還是女主角 結果入圍到女配角 對 真的很奇妙 有入圍就好了 對啊 入圍就拿到門票 怎麼樣感想是什麼 跟大家分享一下 感想就是能夠因為江湖男士入圍 我覺得是很高興的事情 那雖然說票行第一 但如果能夠順手拿走女配角獎的話 為之樂見其成 只能選一個 票房破譯跟金馬獎 你選一個 當然是票房破譯 那我在這邊先謝謝大家 先謝謝大家支持江湖男士 讓我們票房破譯好不好 也拿金馬 加油 真的是可以看到姚以婷大突破 裡面又要跳舞 然後又要耍劍 然後又要耍狠 又要忽男忽女 又要耍man 這個很難對不對 大哥 怎麼樣 跟他對戲完了以後 我覺得余提雄 他很敬業 然後 特別 我有一場 車陣 然後特地要求導演說 導演 你叫龍哥可以 上半身可以摸我 沒關係 齁 你別在想說爆死 哈哈哈哈 當然是我摸他了 他說可以 他主動說龍哥你可以摸我 沒有關係 很大方耶 哇 他要很入戲 對啊 這個戲看起來很低身這樣 後面不要一直這樣 這邊說好羨慕 好羨慕 你為什麼那麼大方啊 有必要演成這樣 我們這個只是一個鏘戲 幹嘛要這樣呢 我就為戲著想 因為我覺得 符合那時候龍哥在角色裡面 對大嫂的渴望 我覺得那個畫面會比較好看 所以圈內的男演員可能要小心我 我都是真相實彈的 這個是精神可嘉 欸來點掌聲 哇 真的要掌聲 真的要掌聲 很多的女明星都會害羞 或者是有矜持 但是這部戲 就是我都要講 從男女到剛剛這 您爆料 對 他真的是豁出去了 豁出去 那我們就衝到底 今天手印大放送 來大家排隊 大家可以上來 摸一下 不行 那大哥換你了 你這個角色是裡面 會讓人就是會感動的一個角色 你要不要介紹一下 我覺得這個角色的黑道的不像大哥 對對對 然後很變態對不對 也不是變態啦 很有愛 很有愛心 對對對 然後他也沒有什麼做壞事 對 唯一有壞事就愛上他而已 壞事都阿國他們在做對不對 當然就是因為借這個派系的關係 然後來走私 就是這樣 沒錯 然後呢最後呢 要完成這個夢想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明天記得訂閱就知道 是一定要看 謝謝囉 怎麼了 這邊發生什麼事 怎麼了 沒有沒有沒有 不要講太多 還有很多精神的地方 不能講太多 好 也留意出責獎嘛 好不好 謝謝 好接下來繼續頒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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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